双集加关注 每天学电路 大家好 这里是美登科兰 开关电源是我们所有家应电器里面一个重要的电源系统 学会了开关电源的维修思路 那么基本上其他的这个开关电源系统都可以迎刃而减 不管什么样的开关电源 其结构和内部方框 这个原理图都大腾小异 我们都是以开关变压器为分水链 在开关变压器的走边部分 就是高压 其开关变压器右边部分就叫做低压区 高压区我们一般都是220伏电源电压输入 直接到4个整流奥积管构成的桥舍整流电路 再进行滤波 通过这个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线圈 直接到达摩斯馆的落节地 截至到密 另一路通过这条电路 一般都有一个到三个电阻组成的串联 这个分压 我们说的降压电阻 降压电阻 通过这个降压网络 得到一个电压 根据这个电源管理芯片3842的7角 让这个芯片工作起来 这两路电压 我们都要进行排查 这作为开关变压器高压部位的一个排查思路 在次阶端 它能有整流奥积管和滤波 再输出到我们的负载 同时有一路在输出端引出一条支路 到点流检测电路 作为我们的这个稳压部分 通过光偶反馈到芯片 进行指令 调节摩斯馆的战空笔 成为达到稳压的目的 这就是开关变压器 这个系统的 内部方框原理走势图 大同小异 我们都可以进行这样去思路 排查 好 更多的电子知识 请持续关注每天 也可以点击进去 专栏里面去进行学习 好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